實力畢竟可能還是會有一點的差距 應該是寶島一哥裝置院會比較上風一點 但是陣容時的反手其實也不錯 但是穩定性的話 我們寶島一哥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年輕小將出身之毒嘛 胡威虎 他就是拚了 而且韓國選手就是那口氣 那個民族意識是非常強 你只要讓他把那口氣 那個氣去打出來的話 我相信沒有一個國家是好受的 對 結果這一球雖然中間白短 但是還是讓這種時找到了機會 這種時在第一竹裡頭2比0 兩個八球分都順利的押下來 正常是一找到機會馬上側身 去回一個大斜線 感覺對戰莊智雲也是有備而來喔 是 莊智雲一找到機會反手 用快節奏去給了一個反手的大角度 兩位選手在2013年的10月底的世界杯的比賽 是曾經有遇過 那那場比賽其實打了七局才分出勝負來 不過當時是莊智雲這邊拿下勝利來喔 嗯 以2013年的這個年底交手 其實雙方應該算是對於彼此的成功都還蠻熟悉的喔 在第一局目前莊智雲2比3 一分的落後 雙方都在一個反手的較勁過程當中還是莊智雲站了上風 是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在打反手相持的時候 還是寶寶一哥的下盤比較穩定 下盤控的穩齊 整個球拉出來的質量會比較好 對 而且也影響到命中率 這個球是我們的寶寶一哥的Lucky Ball 冰雲球 順利的跳過往4比3 現在比數上翻到1分的超前 投長球 哇 非常的聰明 果然是有經驗的選手喔 是 他知道正容使已經注意力 而且重心都已經趴進來要準備處理短球了 這個時候 一個觀察 一個大膽 馬上從長球去突破 他往重發 好球 哇 這顆球正容使打得非常的漂亮 其實這顆球 莊智雲擺的球才剛剛好出桌而已 正容使 一看莊智雲已經蹭在那邊等了 不慌不忙的去給一個直線 球棒現在4比5喔 還是1分差 所以其實兩位選手在 陳三板的這個球 出不出台其實都控制得非常的精準 是 只要稍稍一控出台 其實對自己來講是非常背對的 我們就要準備挨打了 走 翻高球 沒有嗎 沒有 可惜啊 可惜可惜 但畢竟這個球角度給得非常開喔 這種詞 所以莊智雲等於比較挨打的局面喔 是 哇 貴莊智雲還是不放棄每一球喔 對 這個就是我們保倒一哥的精神 好球 再一次非常大膽的去偷一顆長球 牽制他 相對來說 如果第一局多一些這樣的一個變化性的發球的話 其實對於正容使來說 接下來的揭發每一顆都是壓力的 對 他必須要拿出一半的注意力 去準備長球 那這樣子他處理短球 也只有50%的注意力 還有控制力而已 6比6 那這顆球要來重發 保倒一哥在接發球 一判斷球稍稍一出桌馬上就先起板了 馬上再快點再補一把 相對來說其實莊智雲在整個進攻的節奏上 其實是跟得非常的快 是 莊智雲厲害就是快 其實保倒一哥的力量 球路沒有像歐洲 像韓國選手這麼重 但是他的短球 他的反手 他的擺術 是非常快的 是出了名的快 快很準 快很準 哎呀 球也偏高了 相對來說有點往後偏移的 重心的情況之下 球也沒有辦法控制好 是 剛剛這顆球自己也 感覺心頭有一斤啊 在回擺的這個環節 重心留在後面 重心沒有幫忙的 去把這顆球去壓低 可以看到反拍的相似 同樣還是由裝置原來站上的 是 在反手的相似 還是保倒一哥 站還蠻明顯的上風 所以只要維持在這樣的局面裡頭 其實莊智雲可以站有 比較好的主控段 對 噴高了 噴高了 哎呀 結果鄭龍師自己也沒有把握住 把這顆球的分數 最後是送給了莊智雲 10比7 出現了三個局末點 這球算是陣容室的 非受迫性失誤啊 送分球 送分球 不斷 反手相似 沒有問題哦 莊智雲最有把握的這顆球 11比7 是來幫助中華隊在第二點第一局裡頭是率先搶下勝利 歡迎再繼續回到比賽的現場 一起來關心中韓大戰哦 這場比賽來到了第二點 包到一個莊智雲來出馬碰上 陣容室在第一局就展現了他包到一個實力 11比7先搶下首局的勝利哦 所以其實莊智雲要打陣容室 基本上雙方在整個場上經驗有一定差距的情況之下 如果可以繼續維持他在整個反手的強勢的話 其他比賽應該可以算是可以叫好來過管 是 還是要以在前台跟他對反手相似球的壓制而取得得分 這個算是第一局 包到一哥莊智雲非常成功的戰術 畢竟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在莊智雲的特點 就是在他快很準這一點 是 而且包到一哥莊智雲非常聰明 在沒辦法下重板或者是在反手相似的時候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他會刻意地去把球去送到陣容室選手的中線位 也讓他反手沒有這麼好發力 如果要轉陣手的話 其實他的時間點也會比較慢 剛剛主審也警告了陣容室說 他發球 他左手有點撤得太慢了 因為現在已經改規則 不能用左手來遮擋 在接觸到球 在發球接觸到球的那一個瞬間 也就是現在的無遮擋發球 再來看直接一球 哇 結果中時這個反派 非常的凶狠 給得也很快 對 發球在出網賽路來重發 不過感覺出來其實陣容室在發球這一端 也是有點壓力 雙方都有壓力 因為雙方發球稍微一出走 可能就會讓自己陷於挨打的情況了 好球 拉住中間 哎呀 可惜可惜 腳步還差了一點點少了半步 的確喔 相當可惜有這一場 哇 剛剛只在第二局在開局到現在 陣容室的打法現在有比較兇喔 有一點擺脫第一局的比較保守的壓力 是 可能拉出一波4比1的攻勢 光之源 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跟球跟得非常的緊 其實陣容室這顆球已經 有突然性的往 寶寶一哥的正守衛 去做突破了 但是 寶寶一哥 一個肩部跟上來的 他有很多招可以破解你啊 加油 你的反手相持 嗯 還是喔 在莊志願這邊拿到了分數喔 對 還是我們反手比較有質量 而且穩定性比較高 看到反手的相持的時候 其實心情都還蠻穩定的喔 對 一看到反手相持 我們在這邊嘴角就上癮了 沒錯 3比4在第二局莊志願 我們追到一分差 王晉霖 這顆球 王晉霖側身轉正守進攻 有點太勉強了 畢竟陣容室 最後這板球 還是有辦法 有能力去做加壓 就算真的被莊志願去跟到這顆球 其實回球的質量也沒有很高了 哇 非常非常漂亮 把莊志願關在他的反手位 就是腳步是越拉越開喔 對 推到比較難做比較好的一個處理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板自身排喔 6比3 6比4 還是要用反手來做相持的 還是盡可能的 在沒有完全把握 沒有完全預測到的情況下 莊志願還是不要隨便亂測身 沒錯 盡量自己的優勢在反手 就靠反手的一個相持來刺激而動 是 那這個 鄭容室想要再把球轉到直線來的一個成功率 是比較低一點 想要來擺脫雙方在反手的槍石的局面 是 其實寶寶一哥 戰術非常明確的去跟鄭容室去打反手相持 其實是雙贏的 因為第一個 打反手相持 報道一哥是 佔完全的上風 而鄭容室在反手在下方的情況下 他一定會想要去發力 一定會想要用 非常 呃 非常強勁的力道去做變現 這樣子在 處理球的命中率可能就不高了 第二 莊志願也可以很穩定的 把一點點注意力 放到他鄭守衛 去等鄭容室去主動變現 所以 執行這個反手相持的戰術 其實對我們報道一哥是雙贏的局面 成對拉 平時在對拉的時候還是非常的聰明 但沒辦法下大板的時候 下重板的時候 還是輕輕的去加個轉 加到 搞到一個的反手位 反而是讓莊智媛這邊有點武力招架 5比8莊智媛在第二局現在3分落後 歐落 看到這個速度是讓這種局跟不上來 中華隊跟韓國隊在這一場小組賽的碰頭 如果誰能拿下勝利來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就很有機會 以分組第一的一個姿態晉級到最後的8場 場面這時候喊出了暫停 當然其實這場比賽對於雙方來說都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其實在不論是在每個點的對決上頭 都是小心翼翼 當然其實對於莊智淵來說 自己的一個優勢其實在場上看得很清楚 能不能夠繼續做戰術上的執行 來把球控到自己的反手來跟對手來盡情相持 就是他今天能不能夠拿下勝利方程式的一個關鍵 是 沒錯 那當然目前在第二局的一個比數上 還是由陣容18比6兩分的領先 不過相信莊智淵只要可以穩定的發揮自己的一個打法的話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落後 並不是讓他太頭痛的一個狀況 是 而且莊智淵在第一局會贏得算有點輕鬆 是他很大膽的在發球這個環節 他敢從長球去突破 那種陣容時在接發球沒有辦法這麼安心 這麼準備充足的情況下去接發球 所以我相信等等莊智淵在發球這個環節 應該也會選擇有一顆球會去投成這樣 以我對能不能包到一哥的了解 我在自己接發端喔 一個穩定度還是要注意一下喔 對 剛剛這接發球正手在挑球有點太過於兇喔 太兇了 結果球過頭的情況之下就分數送給了對手 是 其實自己也抓到了這個機會 對 這顆球雖然偏高 但是這顆球是很短的 莊智淵往前上的腳步還有重心 稍稍少少了一點點 自己這顆球打完也有點懊惱 怎麼會這樣打 是 那現在這種時出現了絕末點的情況之下 創職員重發 在8球段還是要多一點的一個變化 化解了一個絕末點 7比10 哇 好熟 相當精彩喔 果然是老將喔 這一次轉到正拍的一個機會就掌握得非常不錯 是 因為莊智淵的反手很穩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剛剛正容時最後那一把 他會想盡辦法的去給到莊智淵的正手位 這樣子會造成他自己無謂失誤就會增加 這也就是我剛剛講的莊智淵雙贏的原因就在這裡 哎呀一個運氣球 好 這個運氣球其實來的正是時候 要幫他化解了一個絕末點 9比10追到1分差 看來幸運之神 也就很顧莊智淵這邊喔 是 抓過了 好球好球好球 接發球一判斷這顆球是出桌 馬上用正手先上 先主動先上手 哇 結果是壓的這種詞不知道該怎麼回啊 10比10 現在雙方第二局 進到了Deuce 哇 雙方都非常的大膽 被發球抓到馬上直接壓過 偷了一個長球 這個也是我剛剛講的 莊智淵一定會找一個機會 一定會偷長球 但是正容時準備得更好 因為在第一局 已經吃過了幾次這個悶虧了 是 11比10正容時又出現了局末點 這一球 中間正手連續進攻 非常成功 11比11 第二局 對於雙方來說 應該是影響這一點 最後的一個勝負關鍵 哎呀 回擺偏高了 好球好球好球 哇 在中路的這個位置 早就做好了一個等待跟準備了 是 其實他先守住反守 但是其實他的注意力 有3%到40 已經在正手會等他了 好球 在球回擋的這個位置 實際上正容時這個劍 一個腳步完全跟不上去的 情況之下 12比11 反倒是莊智淵 莊智淵 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局末點 哎喲 發球失誤 果然是造成了正容時一點壓力 13比11莊智淵 成功的在第二局裡頭逆轉 那現在局數上取得2比0的領先 關鍵喔 除了在剛剛的一個Lucky Ball 讓莊智淵有機會 將整個局數 纏鬥到Deuce之外 其實莊智淵在剛剛一板的一個 防守轉正拍的球 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是 這個也就是 我剛剛說 莊智淵盯住反手打 雙贏的第二贏 其實他可以在對 相持球在相持 在對峙的時候 挪一點 30%的注意力到他正手位 對 因為 正容時反手相持不贏 一定會想要去加質量 去主動的去變現 變到莊智淵的正手位 現在雙方要進入到第三局的比賽 那當然對於莊智淵來說 拼牌喔 現在已經局數上2比0到領先喔 所以相對來說 正容時這邊 感覺要頂住壓力的難度 其實也蠻高的喔 是 雙方在整個官方網站上的一個交手紀錄 結果一共有兩次 那有一次是正容時這邊 應該是傷退棄賽的情況之下 其實莊智淵 是一次以4比3的局數獲勝 一次是不戰而勝 碰上正容時還沒有輸過 好球啊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我們報導一格在擺速在跟球的速度反應還有重心的可憐 非常非常的完美 要比快喔 莊智淵絕對不輸人喔 是 而且在擰的時候 最後球在出去的時候 其實重心有一點往上揚 對 那這一次的世界團體總標賽喔 是在東京來 進行喔 代代目球場 可以看到莊智淵發球過來之後的一個主控端是在他手上 沒問題 好球喔 發那位置就是要引誘正容時用反手過來擰 其實莊智淵已經在正守衛等他了 一拉過去之後 正容時來不及回防 造成形成正容時反守衛的一個空檔 可以看到感覺現在正容時這邊反而是打得有點慌亂的一個狀況 是 那讓莊智淵是搶了好幾分啊 一拉 這算是無謂失誤啊 別發球正什麼要先上手的時候先起板 摩擦不夠 不過目前在整個比數上第三局莊智淵4比2還是維持兩分的領先呢 很明顯的在一開始的一個不論是在心理層面還是在整個速度上的一個控制 莊智淵都給正容時不小的壓力 對 哇 可惜可惜 本球轉正守進攻的時候 自己的落點球的速度沒有完完全全的打握去 可以看出來這幾球其實都是莊智淵這邊來做主動的一個控制 但是在最後的一個實際的執勤度來說都差了一點點 是 各位觀眾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保導一哥剛剛在最後在補板的時候 其實他的重心已經往上仰 而且往後仰 他已經沒有下盤的力量 這也算是正容時反手擰摩擦不夠的失誤 這球抓得其實感覺有點心急喔 對 其實他已經等在那邊了 其實他還有很多時間 是可以讓自己在更準備好的情況下 再去出手去處理這顆球 但是他太急了 相對來說 因為其實莊智淵給的球一個速度是蠻快的 相對正容時好像有點被影響到 是 擔手就是這麼的穩 好 相當漂亮的一球喔 莊智淵的殺手劍 抓了 好球 這個球發的位置 剛剛好完美 發到正容時本來想要用反手來擰 但是發到這個位置 球剛好歪過來 他必須要用正手來處理 出 連續這幾分的一個得分非常有效率喔 是 通過的是非常有經驗的發球 8比4 雙支援現在拉開到4分的領先 這球都有機會出台 但是他現在把握著好球 很明顯的感覺出來這種時現在非常有壓力 而且有點亂 而且有點亂 這也算是正容時在補板的無謂失誤 那這一球的失誤現在讓莊智淵在第三局10比4 現在是6個賽末點的機會 最後這一把反拍的加壓 也是壓得非常漂亮 11比4 那最後莊智淵喔 打這種時就是以11比7 13比11 11比4 順利的直落三局也幫助中華隊 現在將點數上市搬成了1比1的平手 歡迎繼續回到阿爾達體育台為您送上 東京世界桌球團體錦標賽的轉播現場 在結束了前兩點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的字卡 目前雙方